请问你觉得在海外留学和在国内学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一是语言问题嘛 在国内你就不可能存在语言问题对吧 第二个就是在国外学习你首先需要think independently and就是说你可能自己会想的方面会比较多 然后同学们会有时候会就是做一些group 就是互相交流的机会也比较多 再就是课业负担相比来说比国内的大学要重 因为我是在国内是读过大学的 如果的话在国外读书的话你就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责任心吧 去应付好你的学业上和在考试上面的事情就这样 那你出国留学的目标是什么呢 出国留学的目标首先是最好就是把美门功后都考好 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在国外能够留下来或者是说回国以后也能够为自己的将来打好基础 就是这样 有没有什么野心雄心装置 我想每个到国外的人都会有一点雄心装置吧 因为每个人都想自己过得好啊 要不就是为了这个家 比如说中国人吧 家庭婚礼很强的 就是怎么说呢 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 有一点名誉什么事情 然后让家里的人能够引以为好就行了 那你刚踏入澳洲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发生这种类似的小故事 就是说到了公车 不知道自己开门啊 然后坐车坐过站啊 但是我却没有 因为我一来的时候便有同学来接我了 然后这些都是他们指导的 所以我没发生很多就是类似于他们的事情 那你是你大学同学 就是以前在北京读雅思的时候认识的同学 很幸运很幸运 对所以我要提的一点是 在外面要交很多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们能够帮助你去避免这些困难什么的 出门靠朋友 对